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航母进入细部试验阶段 间接说明航母的西装工作已经大体完成 西装的完成则表明首艘国产航母的外部航行设施和内部的生活 作战等设施均已安装完毕 已经成为了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航母 而非此前下水时的空船壳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 从航母舰体下水到西装工作的完成 也只经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这不仅意味着003航母的制造 维持了此前舰体建造的高速度 也体现了我国航母制造能力的预见成熟 9月7日 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组江南造船厂西装港池的照片 在照片上可以看到 福建舰下水时安装的1130进防炮已经被拆掉 按照当时的说法是 拆掉进防炮主要是为了避免在搭建过程中受到额外损伤 影响到最终性能 此外 舰岛上的相控阵雷达也是同理 被一同拆掉 分析人士猜测这些设备的安装 或许要等到快建成以后了 与其他闲侧设备共同上建 而在原本的相控阵雷达上方 工作人员还额外搭建起脚手架 弹射器上方公棚也还维持原样 有相关人士透露 除了内部的一些装潢外 主要重点都放在了外部西装上 如弹射器 舰岛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时间 福建建已经开始开展细薄实验了 什么是细薄实验 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细薄实验也被称为码头试车 主要目的是检验船体建造质量 及各种机械 系统 管路 设备 仪器 仪表 五倍 特种装置等的安装质量和使用可靠性 军事专家曹卫东在央视介绍 细薄实验可以验证航母动力 电力等系统能否满足复合运转 实验时航母靠搏在码头边 打开所有设备 检验静止状态下各项设备的满复合运转情况 曹卫东说 细薄实验所需时间 是设备运转情况而定 如果一切正常 航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便能出海 环球军事曾发文介绍航母细薄实验内容繁杂 既有常规项目 例如毛雨毛鸡试验 救生设备试验 细缆装置试验 咸踢试验 门窗舱口盖试验 信号设备试验 灭火试验 排水试验 通风试验 燃油锅炉试验 主推进系统试验 发电机及配电系统试验 也有特殊项目 如航空设备试验 电磁兼容试验 舰载武器试验 舰载机兼容试验等 如果说船屋建造和西装 构建了航母作为船只和武器的躯体 那么躯体是否能够健康地运转 则要仰赖于细薄实验阶段的测试和调整 航空母舰作为一项系统集成度高 安装和运行状态都非常复杂的大型水面舰艇 从基本的舰体建造 到得以最终入列服役 期间还需要船厂和海军有关部门 进行大量的检测性试验 针对试验暴露出的问题 还要对舰体各种设备的安装情况 甚至舰体的设计进行调整完善 这种试验阶段 对于航母运用经验非常丰富的英美等国海军 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此前缺乏航母建造和运用经验的中国海军来说 更是意义非常重大 然而覆盖航母全系统的细薄试验 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在细薄试验阶段 航母与西装阶段一样 都是在船厂码头上完成 在此过程中 航母基本处于静止阶段 同时 由于分系统逐一测试的要求 以及船厂静态停泊的限制 航母的发动机 轴承和各种机电系统 尚不可能进行全复核的运转试验 因此 在西博试验完成并将航母交付海军后 还将由海军接装单位 与来自航母设计 建造单位的派出人员一道 一对航母在海上航行时的实际性能进行全复核检验 航行试验顾名思义就是要动起来 不是停泊状态了 是船舶在航行状态下对船体 轮机 电器等设备进行的试验 不符合要求的地方进行调整 使船舶达到航行的要求 等到福建舰的航行试验项目都完成以后 海军接舰人员也初步形成了战斗力 这是中国海军军舰的一个流程 所以福建舰实现战斗力的时间和福建舰服役的时间是一样的 在中国海军中 服役就是标志着战斗力形成 当然 这时候的战斗力还是比较初级的 用美国海军的术语来说叫初始作战能力 要完全形成战斗力 就要在服役以后继续展开训练 福建舰作为福建舰的一号舰是首舰 所以按照中国海军的流程要展开扩大性训练 某种角度来说 网友们可以把扩大性训练看作是高级海事 它的测试项目比海事更高级 也更全面 在扩大性训练中 福建舰将会全面地考察武器系统 航电系统 以及这些系统协同使用的性能 在这之后 福建舰还将展开更多更全面的训练 直到福建舰进行全训考核 只有通过了全训考核才能说明福建舰完全形成了战斗力 可以开始部署使用 担负战备值班任务 从海事开始到福役一般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而福役到完全形成战斗力要两年左右时间 所以最早在2025年 最迟在2027年 我们的福建舰就可以带着055大驱 054A型护卫舰组成航母编队 航行在大洋之上 目前 福建舰装备的舰载机主要是歼15弹射型舰载机 和下一代隐身战机歼35 而目前来看 舰载机上舰也需要提前测试的 作为我国用于训练的航母 辽宁舰 是完全可以用来测试新型舰载机的 也就是说 歼15T和歼35战机上福建舰之前 可以上山东和辽宁舰测试和积累飞行经验 这样一方面能够提前历练舰载机部队 可以提早使舰载机和航母的高度融合 另一方面也是强化所有航母的战斗力 舰载机之间能够通用 目前歼35战机基本上完成了试飞之前的一些重要测试 在福建舰彻底服役之前 歼35战机完全可以在山东舰和辽宁舰实现部署 甚至可以直接执行作战任务 虽然辽宁舰和山东舰都是采用的华越式起飞模式 不过歼35战机相比目前的歼15战机更加轻巧 占用甲板的面积更小 华越起飞也是可以的 弹射型舰载机都是可以进行华越起飞的 美国的FA-18和法国的阵风M舰载战斗机 都具备华越起飞的能力 所以歼35战机和歼15T战机也能在山东舰和辽宁舰实现部署 甚至固定翼预警机都可以直接从195米的长起飞点起飞 这也是可以轻松能够实现的 而歼35战机也能够在所有的起飞点实现满油满弹起飞 歼35战机作为一款隐身战机 完全可以利用其内部弹舱的外挂点实现满载 而执行重要的攻击任务时候 也可以挂载空地导弹和反舰导弹 这种不超过3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的满挂 都可以实现所有起飞点起飞 毕竟两艘航母都有三个起飞点 即使在极端的环境下 也可以利用195米起飞点起飞 所以说 用辽宁舰和山东舰搭载歼35战机的意义还是重大的 能够快速提升 未来我国隐身舰载战斗机的战斗力 在福建舰接收歼35战机之后 也许用不了一年 就能全部实现完整的战斗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